台积电大力光 今天台积电全职王登高一呼 目前268.5元 的确台积电呢 这个股价今天稳定的守住了盘面 这是台积电全职王 全台湾市值最大的公司 那股王就是大力光了 目前大力光4220元 大力光会当股王 因为他是每一股赚最多的 那股本小可是股价高 因为一股赚最多 目前大力光又来到4220元的价格 全职王股王都表态 是不是一万一很接近了呢 好 我们继续请问资深专家 胡玉堂老师 玉堂好 韦璐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午安 好 玉堂中秋节 可不可以涨到双十节 投资人心中的疑问了 你怎么看待 好 从前几天跟韦璐连线 我们一直谈到 在外资的一个动作上 已经翻多了 所以这个结算拉高的可能性非常高 在这三天也呼应我们的看法 那能不能找到双十 当然从这个联准会的一个降息的一个动作之下 资金的宽松配合新台币汇率走升 就像刚刚韦璐谈到的 不仅是国际热钱 甚至台商回流的资金 我觉得都会促使这一波新台币的一个走升 最重要的一个指向关键 既然钱都流进台湾 甚至流进台股 原点上我认为对于行情是不用太悲观 当然我觉得投资人心里的一个关卡压力 可能就是来自于指数 又来到接近一万一千点这个关卡 因为从过去一年多来 台股好像每逢遇到万一 好像都有一股压力存在 很难做突破 当然如果从技术面的角度 我也认同这个看法 这个心里的关卡 可能没有这么轻易的去突破 但是我觉得指数在这个地方 它还是维持着一个盘间的架构不变 而是在内容上我觉得才是重点 也就是说产业族群的选择 更可以挑出来可能是强于大盘的 比如说像我们过去一直聊到的 PA族群这一块 就是目前盘面上 也是多方的一个聚焦标的 因为我们之前聊到 在5G的一个终端运用带动之下 对于深化钾 氮化钾 这种所谓叫三五族群的 这种化合物的精源 它的需求是这个倍数性的增加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文贸 都说这个第四季要增长 那你可以看到今天的股价是 带量又创下波段新高 来到296 今天也很强的像是245的全新 现在尾盘已经攻上掌停板的价位了 这个也反映出来在最近 外资投信的吉利加码 当然还有一些我认为是 算是位阶跟本益比比较被低估的 同样是在这个三五族群 氮化价有产出的 像是4991的环宇KY 为什么我认为环宇KY比较被低估 因为你就财报面的数字来看 环宇KY第二季的毛利率 是从原本的36% 成长到51% 单季的EPS 从原本今年第一季的0.17元 成长到第二季 单季赚了一块钱 成长了将近五倍之多 那刚刚聊到的 像是全新宏杰科这些个股 其实本益比都拉得很高 比如说像宏杰科 今年上半年是赚了0.6元而已 现在股价已经来到80多块 快90元 2455的全新 上半年也赚了一块多 跟刚刚谈到环宇KY差不多 全新上半年是赚一块二八 但是现在的股价已经来到116 那以环宇KY来说 今年上半年是赚了1.18元 其实跟这两家公司相距不远 甚至比红杰科还多 但是股价就有60多块 那外资 我们下面如果可以放外资的进出 可以很清楚发现 其实外资大概在今年7月份 也开始做一个比较积极性的回补 其实这也看好 因为环宇KY在淡化价的一个产品 原则上在5G的终端运用的一个提升之下 应该在今年的第三第四季开始 整体的出货会开始走升 而且它也是全球目前 唯一同时拥有射频跟光电原件技术的 晶圆代工厂 所以回到这样的一个逻辑架构之下 整个PA族群从文茂宏杰科的带动之下 都已经大涨一波之后 这些比较落后补涨 甚至位阶较低的这些生化价 PA相关的这些个股 我认为应该是有机会在这一波 去展开比较落后补涨的行情 因为毕竟在5G的一个世代之下 这些所谓这种三五族群 生化价 淡化价 碳化系的一些运用跟需求 原则上我觉得中长期的角度来看 他们应该都还有一段波段的行情 可以去做期待 好 今天生化价往上的大涨了 这个昨天一开盘就上涨 我们昨天9点一开盘就帮大家看到 这个PA功率放大器也就是生化价 昨天就先涨了 那全新昨天是投信大买2000多张 这个宏杰科昨天是上涨1块4 稳茂昨天的股价是外资大买3400张 稳茂昨天买最多的券商是瑞银证券 不过今天有一个报告是摩根大通证券调高了 对于稳茂的看法 那当然摩根大通证券昨天也是买进稳茂的前两大券商 今天摩根大通调高稳茂一年的合理目标价到310元 这个刚刚玉堂有提到 稳茂本身具备着重要的生产潜力 公司也提到明年新的产品可以贡献营收 那盘中我们看到就是说来自于这个银建股票5515的建国网上 建国是水泥营造股票 即将办理现金减资20% 旧的股票11月的26号是最后交易日 新的股票12月4号即将上市 现金减资的意思是有退还现金给股东 股票变现金的意思了 那另外我们看到台湾呢 这个204中华车最近也办理着现金减资哦 所以到时候中华车的资本额变少 股本变少可是会退还现金给育龙 育龙目前股价就涨三毛钱 股价相对的稳定 至于宏达店早上也上扬 最近的宏达店迎接新的执行长到来 邀请了法国的这个高手 这个来宏达店担刚新执行长 所以最近的股价的确手机股市掌声响起哦 那么在这一个早上我们看到就是说 针对了郭台铭先生说他不参选2020 刚才三三会今天的集会现场 工商大老板做第一时间的回应 首先林伯峰表示说郭台铭先生 应该是看清了情势 看清楚情势 那么郭台铭的智慧让业者很敬佩 那林伯峰说总统候选人都应该要重视 台湾的经济还有国际的地位 那么他认为中国跟美国的贸易战 和缓就是一个最新的表明 这个认为中国跟美国贸易战 已经没有像之前那么紧张咯 那么现在才是真正要开始动作的时间了 好所以我们刚刚记者问国际面的 中国美国贸易战 又问他郭台铭的事情了 所以这是刚刚三三会的重点 什么是三三会 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三 工商业的部分都会有一个重要的集会 今天是请到3045台湾大哥大的总经理 林之诚来现场演讲 提到了电信公司 这个星期五是会很大的模式或者活动 来欢迎苹果新手机的上市呢 苹果iPhone 11的新手机 全世界第一波台湾也是第一波的国家 星期五九月二十号在台湾是可以买得到苹果的新手机 那么据说大陆的天猫网站 一分钟就可以交易一亿人民币 至少台币四亿多了 所以大陆的民众也在买苹果手机 所以是不是只要好用 大陆暂时不分国籍 不分美国不分中国 好那现在重点是 台湾很多公司八月营收是很好的 像台积电大力光八月营收都创历史新高 有没有可能九月的营收 因为大家愿意买新的苹果手机 会再度带动营收的成长呢 请问玉堂 这个台湾今天全职王股王的确有表态 那怎么来预备说 星期五苹果手机上市前后股价的表现呢 没有错 其实先从这个应该是大力光镜头看起 因为先前我们聊到这个iPhone新手机 我个人的看法 就是说镜头应该是最受惠的 尤其玉金光大力光 在八月的营收表现都相当亮眼 当然法人的看法多空都有 我们都尊重 不过股价会说话 因为你看这个要开卖之际 大力光的股价反而从底部窜出来 最近外资转买 这个股价似乎有写下 大概近一个多月来的新高 而且在今天是突破半年线的反压 看起来大力光在这个横向主体之后 以技术面的形态 它是有一个攻击的一个味道 因为毕竟我们谈到三镜头的一个趋势 这个手机就算卖的数量没有前一代好 但是镜头的出货的数量 原则上它应该是比前一代还要来得多 所以你从大力光的营收 甚至从玉金光的身上更能秀得出来 因为这是玉金光似乎是拿到更多的订单 虽然八月营收也是跳针的很夸张 月针43%年针123% 所以我认为如果说在这一次的一个到目前传出来的预购的一个情况 都还算是比市场原先预期还要来得好的话 我认为在营收的角度来看这两档光学镜头股应该不会太差 当然严重到其他的一个瓶盖个股身上 我们先聊到如果以周边的产品的话 像是AirPods目前看起来拉货的力道还是相当猛 尤其在年底可能12月还会有新的一款AirPods推出 所以在当中的一些指标个股 在这一波已经先起涨的要滑滑通 当然今天有点涨多的休息整理 不过我认为以目前的筹码面来看 应该是不用太过担心 那另外像是这个组装厂的鸿海 当然这个跟最近的政治比较扯上边 不过如果以鸿海在今年的营运表现来看 其实营收的状况并没有这么糟 那外资的部分9月份也开始转买 虽然昨天是卖超 不过从过去两周以来外资几乎是沿路加码 所以以比较低基期的鸿海 或者另外一家组装厂的合硕来看 你看合硕 合硕的一个形态架构 是已经有这个突破均线的一个 整理纠结处的一个转强味道 所以合硕也已经转强之下 我认为2317的鸿海 撇除这个政治面不谈的话 如果以股价的一个 顺着整个平盖股的一个拉货 我认为应该是还有谈生的一个空间 好 今天早上我们看到就是说 平盖股票就是刚刚玉堂说到的 稳貌 红杰科全新 还有包含4991的环宇 今天表现相当的好 那么同时间呢 来自于这一个平盖股票当中 大力光 玉金光 台积电 可城 甚至在红海现在都有黑翻红了 核硕现在也有上扬的情况 那至于呢 盘中我们看到不只是台湾的平盖股 中国的苹果供应链瑞生科技 现在也上扬了10%的幅度 这个中国是没有涨跌幅的限制 现在在香港挂牌的苹果供应链瑞生科技 已经大涨10%的幅度了 好 这个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最新报价 那至于在今天 是不是来留意就是说 不是每一个股票都有涨 今天又是台子期要结算 那是不是在今天哪些的个股 是比较形成着观望的气氛呢 好 这个尽管台子期今天是大涨 但是呢 个别股票的部分 目前我们来留意到 例如在盘面当中呢 今天5269详硕 股价就观望 这几天有报告大家 是有分析师稍微的调降目标价格 那至于呢 盘中看到像是这一个个股来说 药华今天有一点稍微的整理 那请问玉堂 药华的技术面 今天呢 遇到前高 是比较静观情缺吗 好 我觉得有点静观情缺 因为昨天的一个几乎要挑战 前高355今天做拉回 第一个观察 就是说在这一波药华的一个支撑的一个上升轨道 大约就目前五日十日线这个位置 今天没有跌破 第二点呢 在这一波推升药华的一个动能 来自于外资投信都有 从昨天来看呢 其实筹码面也没有出现所谓的一个大幅转卖 尤其投信连四买 外资连二卖 加上还有很重要一点 龙卷昨天还在做增加 现在药华的卷支比来到29% 所以当然 以波段来看 这一个月药华的涨幅是蛮吓人的 但是如果站在操作的技术面的立场 原则上这种强势股是 不预设高点 那目前筹码面技术面 原则上还有利于多方的架构 加上产业面的一个部分 也没有出现所谓的一些疑虑的话 我个人的看法 拉回来到接近五日十日线 应该还有支撑 或许在后面 应该还有高点可以做期待 好的